好 持續關注柯文哲的精華成案 針對簡聯在搜索的時候 說柯文哲第一時間沒有開門 那麼真的是在洗澡上廁所嗎 在今天他的太太陳佩琪再度的做出說明 後來簡聯打給我的時候 我打給他也是這一種 然後他就叫我要回去開門 那我就回去了 就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是住在外面 因為為了要第二天上班這樣子 那我回去的時候 我開門他們是一直跟我講說 不要...就是... 就是我這個過程當中 我已經講過了 他們認為說就是... 我不曉得我進去的 我到達的時候 到底已經是他們到那邊時候的多久 那幾點到 因為那時候有點慌 我真的沒有注意到我幾點到 我就說我打電話去那時候 我記得是還在睡覺 他就梳洗一下就是出門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記得說幾點到 所以你們看到洗澡跟上洗澡 那是我上去的時候看到的情況 但是我不曉得說 他已經打電話給他多久 是不是已經很久了 我只是說我看到的情況 是這樣而已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這個我不知道 只是說陳佩奇也被爆料說多次的使用ATM來存入不明的金流 在今天他接受專訪 再度的親上火線 我過去就會用這個習慣在做ATM的提前跟存款 要去轉帳給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要帶你自己的存折印章 然後密碼不能夠忘記 那也要注意小孩子的存折 也要帶去包號碼 你也講不起來 所以我要認為說 我用兩張的提款卡去提領 然後存進去 這樣快 就是就不用去那邊等 而且不用需要銀行開門的時間 因為有些銀行當然就是對我很理義 他說你來的時候 為什麼要抽號碼牌 我請你到貴賓室裡面去坐 我幫你辦你就好 那其實我不喜歡讓人家講我是一個特權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 會乖乖的坐在最角落的地方這樣子 60次600萬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我不知道這個週刊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他應該要跟我講說 他是從哪一天 哪一年的哪一個月 算到哪一年的哪個月 那如果說他 那個六年來講就是說600萬 那一年100萬我想也是在 一個人合理的一個正義的額度裡面 那如果說一年去ATM10次 我是相信說一般人不會知道說 你去年去的ATM幾次 那如果說照他這個平均來講就是說 我去ATM我都一年10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大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那我現在我也沒辦法回想說 今年2024那我2023年 到底是去ATM去做了幾次 那至於這個 他說600萬60次 那應該要算那個Interval 就是從哪一年的哪一月 算到哪一年的哪一月為止 不否認就是說自從先生當了市長之後 我也覺得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現金 在裡面以備不時之需 幾百萬嗎 金額多少 50萬 其實我確認一下 所以說是那檢調帶著藝營的保險箱 是您的對嗎 藝營的是我的 是 所以只有一個保險箱 我有兩個保險箱 那我都覺得說出事的話 我都會跟小孩子講說 你們有50萬50萬 可以當緊急的生活費用 說保險箱那個 我昨天去開的時候 他特別交代我說 你們不可以跟媒體講 後來我的律師就跟你講說 這句話應該是我們跟你講的才對吧 好 但柯文哲現在被羈押了 至少兩個月的時間是得在看守所裡頭 而錢佩奇也稍早的時候 透過了這個專訪來曝光她的思念心情 我只能夠說那天早上出去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大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本來是安慰她說 怎麼不可能說一個事情會有不同的見解的變化那麼大 但是她好像有所預感 所以她也給我交代 當然是交代說要多多去關心爸爸的病情 然後把家裡照顧好 然後她也說這些資料要適時的蒐集 適時的要反擊 不過我現在以我覺得我們身處的環境 我常覺得我們講什麼都沒有辦法去傳播出去 那每一個人去接到一些 就天馬懸空或作夢夢到了都可以被廣為報道 但是一些我們正式對我們自己做的澄清 卻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 這個是我都覺得最感傷心的一個事情 以前總是覺得是比較老衰 就是體力不好 所以騎車跌倒 那後來就是她因為一直燒不退 所以總覺得說騎車跌倒的一些傷口 也不至於說打了抗生素一個禮拜還是燒不退 後來才發現她是一種惡性的一個疾病 那今天也開始要做一些化療 那我90幾歲的老人家 我真不曉得她能不能夠承受這種化療的一個辛苦 可是媽媽還好 還好 但因為也是突然就發現說 本來還算是一個健康 還會騎車的先生 怎麼突然跟他講說什麼得癌症 然後又廢積水 那廢積水的病人是很喘很不舒服的 又常常要抽水 所以她也是 當然是很努力 就很驚 但是也是心情很低落 心情很低落就是 不過金華存案 北檢還在如火如荼的調查當中 而另外是在今天 北市前都發局長林中明 二度的被檢方以證人的身分傳喚 而且約談的時間相當將近有五個小時 這是有什麼新的進度嗎 要連線給記者吳明洋 好 這段金華存案件 檢方今天的行程可說是滿檔 既早上的彭震生事後 還有端木正 以及證人林中明 他從今天早上九點的時候 就開始被檢方傳喚 一直到剛剛下午四點左右才離開 整整約談了差不多五個小時左右 而今天也是他第二次被以證人的身分來約談了 他在金華存的這個案子上面 到底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會被列為證人呢 因為他之前針對金華存案件 他就有說了 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都必須得定期向市長 也就是當時這個市長柯文哲來報告 並提醒圖利的問題 所以找他來問話 或許就能釐清說金華存案件的決議過程 到底細節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而這個金華存案件他被列為證人 那今天約談的時間其實稍嫌長了一點 所以就傳出說檢方是不是不只有查這個金華存案件 因為柯文哲他現在身上弊案產生 其中一件就是雨果市場的案件 那雨果市場就是被議員指控說 柯文哲涉嫌圖利的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會圖利呢 因為雨果市場被爆料說下游的廠商 疑似跟威京集團有關係 就是中華工程 而中華工程呢 他們也正式對這個指控的議員來提告了 那雨果市場的前期作業呢 疑似這個林周明也有參與 所以不排除說檢方今天也有針對 雨果市場來對這個林周明進行訓問 相關的金流等等的 因為現在呢 檢方就是要從各種案件去追查柯文哲的金流 那今天林周明到底講了什麼 是不是跟第一次呢 會進行比對呢 會不會對這個金華城的局面 會有所影響呢 我們也將持續的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在家裡這邊 我們在應對其買的 請記錄 我們在家裡這邊 我們在家裡